董文华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,所有人都记得她曾是中国民歌界微微赫赫的女一号 连续多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上都是隆重推出的主角,后来因为某些小道消息被央视封杀 然而对于很多人而言,董文华从未消失在他们的记忆中,因为她是真正的民歌天后 在沉寂十余年后,董文华的每一次亮相,有关她的每一条新闻都引起广泛关注 近日网友曝光了一组董文华一家三口外出图片,这也是董文华老公的正面照首次曝光 当晚沙拉布莱曼追梦全球学员北京站在大雨中落幕,董文华全家低调现身观看演唱会 当天董文华以白色正衣搭配灰色布裙显得非常精神 七老公则走在了最后,身穿运动休闲服的儿子还贴心的帮妈妈拎着包包 模样身材与爸爸十分相像,看得出董文华一家十分幸福 感谢观看